h Summit 我想,在四上禮拜參加的財政부的建權小組分組討論會議裡面 我也提出一些看法 但是從他財政部在上禮拜提出的這個方案裡面 我看到的一個現象 首先第一個就是說 雖然這個已經好像剛才林老師所提到 已經踏出了第一步 但是這一步是充滿了妥協的一步 裡面有很多問題存在 第一個就 我先就這個法人的部分來說 在法人的部分 我們在這個 最那個資本力的分組討論的時候 那麼大部分的委員的共識是要納入 引力稅所得課稅 但是財政部出來的版本 卻是踩入這個所謂的最低稅付制 最低稅付制 同時他調降這個所謂的門檻 從這個200萬降為50萬 也提高了他的增收率 從10%條為這個12% 那很顯然 這個這一部分可能是我想是受到很多這個 證券金融業的這個法人的 這個影響 所以有一些妥協 那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關於這個個人的部分 那麼雖然財政部的方案裡面回歸到所得稅法的規定 但是呢 他採取了兩個很重要的步驟 第一個呢 是採取分離課稅 那第二個呢 他訂定了很高的免稅門檻 那這個免稅門檻呢 並不是現在的所得總額的300萬 而是你的證券交易所得跟期貨交易所得的300萬 所以如果你有額外的所得 比如說你有一般的所得薪資所得或其他所得100萬 再加上這300萬總共要400萬 那各位知道這個400萬 如果你有400萬的所得 在現在99年度的這個所得稅申報裡面 你已經是快要到前5%的申報 這個納稅優惇 那所得總額 是前5%的納稅優惇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事實上 定例這麼高的門檻 然後又分離課稅 事實上 他所 就是跟他這個財政賃錢小組 在一開始所宣示的 這個所謂的租稅的公平正義 事實上已經有違背 已經不相符了 已經不相符了 那 我這邊稍微根據99年度的 綜合所得稅申報資料來看 那麼 我所理解的就是 大概所得總額如果在300萬以上 所有的申報 我這個時候是沒有加到證券交易所得的部分 在300萬以上的話 大概是550萬申報服裡面的前6%到7% 那如果你在外加300萬的這個所謂證券交易所得的免稅額 大概總共大概是600萬 600萬 然後就跟這個財政部所提到的 大概 前1%到2的 範圍的納稅要受到衝擊 這樣一個情況 但是就像我剛才講的 這種高免稅門檻 跟分離課稅的一個情況 事實上 已經失去他 這一次財政健全消息 他 真正的意義就是所謂的 租稅的公平正義跟財政的眷錢 因為他根本上也收不到多少稅收 然後也沒有辦法達到租稅的這個重分配效果 那 但不管怎麼樣 他還是踏出了這一步 這一步是非常有妥協的一步 那 回過頭來 我 我們看一下 就是說到底 就是鄭紀威老師也提出他的版本 但是我覺得這個 都是一個所謂的 像剛才林老師所提到這個是 忠誠 那麼真正理想的一個方式 我想 就像陳庭安老師在這個 分組討論裡面 他所提到的就是一個上策 就是回歸所得稅法 回歸所得稅法 那理由呢 為什麼先等一下再談 那 回歸所得稅法怎麼課呢 按照所得稅法 這個第14條的規定 他是視同財產所得的一部分 財產交易所得的一部分 納入綜合所得總和課稅 而且呢 他引起三年內的損失可以申報扩除 三年內的損失可以申報扩除 對長期持有的 那麼稅法上所規定的長期持有 是一年以上 但是財政部他的方案裡面長期持有 是五年以上 所以你在五年以內的交易都被視為短期 但是回歸稅法的時候 如果所得稅法的規定是一年以上 所以所得稅法反而對長期持有來看的話 所得稅法反而對這個投資人相對是有利的 因為財政部他認定五年以上才減半課增 但是所得稅法現行的規定是什麼 是一年以上就可以減半課增了 所以這一點對投資人來講是相對是有利的 那再來一點就是說 當你設定了這個所謂 再來一點就是如果你回歸到所得稅法的時候 你允許三年內的損失申報扣除的時候 那投資人一定會想 我今年如果有損失 我一定要申報 因為未來如果我沒有 我有利得的時候 我就不能 我沒有申報我未來就不能扣除了 所以這個就提供一個誘因讓他怎麼樣 在即使現在有損失他也主動的願意去申報 那等到他未來有所得的時候 他就可以用這個損失來扣除他的所得 那這樣一個機制 基本上你不怕這個投資人不會去申報 因為他沒有申報 他就沒有損失的扣除的適用 那對他來講就是一種平白的損失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回歸到所得稅數 這基本上是一個最好的策略 那另外一點我要特別強調的就是 因為有這個所謂的免稅門檻的限制 不管是最低稅負制也好 或是這個所謂財政部的版本也好 或是曾老師的版本也好 都會面臨到一個問題 因為你有了免稅門檻以後 你會想盡辦法去找人頭 去找人頭 想盡辦法壓低 你讓他不要超過做一些租稅規劃 讓他不要超過這個課稅的門檻 那在這種情況下事實上他不只是財政部的基金成本很高 納稅義務人的這個遵從成本也很高 他要想辦法去規避這個300萬的門檻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事實上 未必回歸到所得稅 未必是相對比較對投資人不利的 那從整體的這個稅制的角度來看 就是說第一個 我認為就是說如果能夠徹底的回歸到這個所謂所得稅法的課徵 那基本上就可以完全符合 這一次財政健全小組成立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達到租稅的公平正義 第二個 就整個國家這個稅收的這個條件而言 如果依財政部的這個版本的話 那事實上大概前1% 所得現在所得稅申報的前1%的人 大概適用所扣到的稅收大概不多 他對稅收的增加也沒有很顯著的貢獻 那如果在這種情況下 倒不如就同樣的成本 但是你就回歸到這個所謂的所得稅法 那麼大家一體試用 也不會因為某些所得課稅 某些所得要課稅 使得這個所謂投資人 在很多種情況下去 這個做一些所謂租稅規劃 讓會很多成本 那麼導致整個社會 跟政見期貨市場的交易 受到很大的一個扭曲 因為大家都一視同仁都要課稅 所以你任何的情況大概都是一樣 所以就避免了很多的這個社會成本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認為應該徹底回歸到 所得稅法的這個規定 那麼對這個所謂政見教育所得 市同財產教育所得課稅 然後呢 允許他損失三年附底 那麼持有期間在1年以上 就減半課增 這一點事實上是要比這個 財政部的版本 跟這個所謂 鄭老師的版本都要還來的優惠 因為他1年以上就是 視為長期減半課增 所以對投資人的影響 事實上是不會很大的 以上簡單的說明 謝謝 謝謝 我想很感謝台灣智庫 對於財政部版的 鄭所稅改革方案 跟曾巨威立委的版本提出的比較 而且不只是檢討 提出的很具體的改革方向 那 但我是覺得 這樣的用心啊 不一定有效啦 我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 這一次 馬政府的 所謂財政健全小組所推出的稅改方案 我是認為 他們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是真的要改革 還是假借改革之名啊 來偷渡他們所要的 一些反改革的方案 我提出這樣的一個疑問 那為什麼 因為從一開始這個 財政健全小組的定位是幕僚小組 而且我們也很清楚看到 有一隻看不見的手 不斷的拋出議題 那對這些參加的 代表來講 其實是非常不尊重 所以我非常的敬佩 林向凱教授 他可以 這個退出啊 來呈顯 這個所謂體制內的 財政健全小組的稅改 其實是虛晃一招 那麼企圖拿學者專家 來做背書 可是在過程裡面 既不尊重 他的個方案 我認為也是虛晃一招 為什麼我這樣子判斷 因為 劉毅如 部長他也講了 這個方案要到9月之後啊 立法院審議之後 才會有結果 所以這個有不確定性 那麼這個之前喔 其他的方案 都不能推出 所以我認為是用 政所稅的這個改革 的方案 做幌子 來去排除啊 其他真正要討論的議題 包括 資本利得稅裡面的 土地實加科稅的問題 包括中央地方 財政收支劃分的問題 包括現在的 負稅制度不公平 所導致的經濟社會的問題 所以到底 這個政所稅的 財政版的方案 可以課多少稅 可以促進多少公平正義 經不起檢驗 我認為啊 這個是微微就躁 轉移焦點 轉移馬政府現在 施政這個無能 引發民怨 然後拋一個假改革的議題 甚至最後 這個議題也無疾而終的時候啊 其實是 浪費了大家的時間 形成多數 所以 改革的幅度這麼小 不確定性又這麼高 又排除了其他真正需要 來檢討的 台灣的這個 負稅制度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這個動機是政治性的 不是真正的要改革 那麼為什麼 就像馬政府講的 碰 油電的上漲 碰 那 就是因為要改革 我要講的是啊 碰不一定是改革 油電上漲的這種碰啊 跟台灣的整個 公用事業 的這一些 價格 機制 還有 國公營事業的改革 完全是背道而馳 所以大家最近發現 油電上漲 大家認為其實是轉嫁 所有的國營事業跟政府啊 浪費 甚至 政商利益輸送 一些長年累積的問題 而要轉嫁給我們一般的老百姓 一次出清啊 甚至趁我打結 那我用這個角度來看就是說 痛不一定是改革 但不痛一定不是改革吧 尤其是 這種稅的問題 涉及到重分配的效果 那麼把制度搞得那麼複雜 結果呢 到底未來會收多少稅不知道 是不是只去針對 我們的中坦階級啊 誠實的納稅人 才課得到稅 一大堆人頭 一大堆可能啊 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這一種 可能隱身的 基增上的問題 甚至法律上的問題都會出現 所以 一個不痛不癢 的方案 那麼來排除其他的可能的 大幅度的改革 就算這個 財政部版的方案真的過了 也會導致我們在20年內 無法進行任何的稅改 因為他說有了一樣啊 所以這樣的改革 不但是假改革 可能是反改革 對這一點 我們在立法院 我們要嚴格把關 那事實上 目前曾居威 立委提出的版本 相對財政部版本的下策 他是中策 但是我也要提醒 不要因為這個討論 而轉移了馬政府施政無能 尤其在520之前 這個在議題設定上 事實上是要 某種程度會排除啊 或擠壓 其他現在大家關心的 這些名聲議題 油電上漲的問題 所以虛望一遭之後 已經到了下個會期 所以我先提出一個 對於這次稅改的政治經濟學的分析 我認為這不是一個單純的 稅改方案的問題 那麼如果真的要改 那就痛的話就是震盪療法 而且一次把幕僚作業就是什麼 把上中下策都提出來啊 讓決策者 讓一個政務官來做決定 我們看到現在 是啊 沒有全套的 只有提出了一個政所稅的 小幅度的改革方案 而且可能後遺症很大 那在這個情形之下 也沒有邀反對黨參加 這個財政健全小組 也沒有要求 這個邀請在野黨的立委 或推舉代表參加 所以一開始就設計上就排除了 讓社會及時廣益 讓朝野坐下來談 來弄出 以案秉案 或是上中下策的方案 讓社會來討論 臨機共識之後 共同來決定 集體來承擔 所以我是這樣子來看之後 我就發現說 真正關鍵的問題啊 都沒有在這裡面 那我們現在又聽到說 財政部提到說 現在 要處理這個所謂的 國家債務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當然是很嚴重 隱藏性的債務非常多 如果加起來 現在大概五兆以上 甚至更多 可是真正需要解決的 中央地方財政劃分 現在的地方政府多可憐 尤其在五都縣市合併之後 整個地方 中央是啊 我們講的是啊 財政失衡 地方是政府失能 中央政府是財政失衡 地方政府啊 是政府的機能已經失能 這非常的嚴重 的一個問題 我們沒有看到 在這支稅改裡面 被提出來清楚的方案 只看到行政院把 上個立法院會期 的這些版本 沒有經過任何的修改 又送出來 也沒有經過 原來承諾的 要到各個縣市地方 去徵詢意見 連國民黨籍的五都市長 像胡志強都喊話 認為這樣的一個 這一個聲格啊 事實上是假的 那最近我們也知道說 包括我自己在教育委員會 針對這一個 一些國立的高中 現在改由地方 來這一個接收之後啊 這些所有增加出來的 教育付出負擔 都要由地方政府來承擔 事實上 郵件上漲 轉嫁於民 五都的合併升格啊 把很多中央財政問題 轉嫁給地方政府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 這樣的一個不負責任的政府 那我按照這個角度來看 我印象中台灣智庫也在 3月做了一個民調 對於馬政府也就是財政健全小組 的一個稅改 有沒有信心啊 我再提出來報告一次 有57.6%是沒有信心的 只有24.6%的人認為有信心 那這個也驗證了 其實人民看得相當清楚 反而是政府 或者是我們的學者專家 跟媒體啊 跟著被這個虛晃一招 帶著走 所以以上我們弄出上中下策 那我個人是非常支持 台灣智庫提出的上策 簡單可行 那麼而且呢 量能磕稅 而且不會說你的資本利得 跟你的勞動薪資所得 雙重的磕稅辦法 不一樣的方法導致的 其實稅制的複雜 激增的困難 其實這都是可能行政跟社會成本 要去支出的 所以我認為說 馬政府目前的這一個 劉毅如財政版提出來 可能創造變成一個多數 對投資人一種不確定也是輸 對廣大的公平交稅的 沒有在資本市場 投資的人也是輸 對我們整個政府的稅改 最後也可能一事無成原地踏步 所以我認為要改就改真的 要痛才是改革 改革一定會有陣痛 但是請馬政府啊 提出一個邏輯一致 效果可以評估 社會可以來及時廣益 的改革的方案 那我作為一個立法委員 就這兩個案 真居會案跟財政部版的案 我是比較支持真居會版 所以民進黨的立委 我作為一個代表啊 至少要有一個邏輯存在嘛 雖然也還是不清楚 到底這個所得五十萬以下 那麼年進出股市五千萬 這怎麼算的 我相信這也可以再檢討 這樣的一個量 到底合不合理 但我意思說 至少有一個邏輯道理 在那邊 就是回歸到所得稅 綜合所得稅來報稅 然後在這個情況之下 再去做相對的 彈性的調整 不要一國兩制 造成稅制的混亂 最後一事無成 做一個在野黨的立委 我未來在立法院 會嚴格的來監督財政部版 那我認為最後啊 就是說 拔河也好 或角力也好 要就改真的 不然就回到原點 不要假改革之名 轉移話題 然後 最後落成社會的空轉 謝謝 好 謝謝